郭台銘董事長本人親口告訴我 他說這個柯建銘 居然過年還送禮去跟他拜年 你知道嗎 你知道結果老郭怎麼幹 把禮丟出去還給他 哈哈哈哈 這麼霸氣一樣 他不是霸氣 你修理我的人 你把高峰灣罵的什麼 這個根本不成人樣了 你今天過年還跑來跟我拜年 而且他前不久 在他罵高峰灣的同時 他還帶了他兩個兒子兩個小孩 到郭台銘家裡面去 去拜託郭台銘幫他介紹 大陸的一些關係 香港的一些關係 因為他兩個兒子在大陸做生意 柯建銘的兒子在大陸做生意 大家聽清楚一點 我講話我負責 然後老郭還幫他打電話 郭台銘幫他介紹一堆人 介紹完了人之後 馬上返學去修理高峰灣 有沒有這種貨捨 柯建銘沒有幹不出來的事情 然後呢 我就問老郭 我說你怎麼會 跟柯建銘混在一起 他不是啊 他是拜關公的 兩個都是關公兄弟 拜關公的 所以這個 我要講的什麼事情呢 就是他在民進黨的中常會 公然修理郭台銘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說明 不是為了BNT 是因為老郭不接受他的過年的拜年 跟他斷絕關係 斷絕關係之後 這個正常嘛 你打我 這個完全是假怨報復嘛 對不對 用這個公報失仇 可一點正當性都沒有 柯建銘一點正當性都沒有 這個時候呢 要賴清德幫他背書 賴清德怎麼辦 賴清德說 整理越變越明 嚇呆了 嚇呆了 嚇歪了嘛 昏倒了 我靠你這邊 你們在這邊扯是非 我來幫你背書 我要選舉 老柯今年幹完了 他就沒有立委幹 就回家吃自己的 然後大小姐也沒他的事 大小姐跟他一點關係 大小姐最討厭他 我跟你講 大小姐 他大小姐更妙 我告訴你這個故事 前後就知道 在你這邊我才講 再來一次我問 我就是問你的郭台銘 我問你怎麼會跟老柯搞在一起 柯建銘啊 他跟他講BNT 柯建銘幹嘛 你知道吧 電話拿起來 啪啪啪啪一撥 現在馬上撥給大小姐 哎呦 他有兩個大人通電話 就在那邊講 那位老郭 你講什麼呢 那不重要 他就告訴你說 假設我是老柯 你是老郭 我就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跟總統通電話 聽到沒有 聽到了 好 那這個事情 我來幫你喬 你知道嗎 他們要賺錢的 怎麼不是啊 柯建銘哪一件事情不賺錢 柯建銘賺錢 全台灣人都知道 台灣投票台灣委都知道 民進黨A錢 全台灣通通都知道 哪有真正幫人家服務 而且有機會能夠跟台灣首富交往 誰不願意嗎 大家看到那個 看到這個 看到什麼郭台銘的都想爆他大腿 這就是柯建銘 所以他第一天他的秀 他跟大小姐能夠直接通電話 然後問題是這個笑話嘛 蔡英文最討厭柯建銘嘛 所以當然我相信走錯路是一個開始 但是呢 蔡英文更糟糕的就是他不願意讓郭台銘來買這個 BNT是事實 所以我要特別把這一段 就是我聽到的老郭跟我的對話的一部分 跟大家分享 就是柯建銘跟蔡英文有通過電話 然後呢這個中間 中間想扮演中間人 扮演中間人 最後是失敗什麼 不知道了 反正民進黨這個偷雞摸狗之徒啊 比比皆是 比較正派一點的 有一些人 但是我們今天不談啦 好不好 就是我剛剛講說 這個BNT的事件 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最嚴重是什麼你知道嗎 最嚴重他們搞錢嘛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啦拜託啊 賴清德剉在蛋喔 賴清德剉在蛋啦 賴清德嚇死了嘛 這個蘇貞昌搞了多少啦 這是恐怖的 我跟你講到時間到通通冒出來 通通冒出來 一件一件都冒出來 因為這些公務員啊 都會把東西Copy在抽屜裡面 你看那個政府要換啦 老闆要玩 都逃出來了 所以我跟你們跟大家講 到了選季開始 進入今年的9月10月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爆料開始陸續會出籠 所以郭台銘這只是 整個事件的第一槍而已 真正的精彩的還在後頭 哇董長 第一槍大小姐黨BNT的戰場 就已經搞得轟轟烈烈了 我這邊補充一個最新的說法 是總統府出來講話 好 針對誰呢 總統府 總統府 總統府講話不要聽啦 總統府發言人 總統府發言人講話可以聽喔 叉叉都可以吃啊 因為他罵的是我的來賓啊 好不好 前立委郭正亮亮哥 亮哥有在我們的這個 我政政節目大新聞大報告也有補到 就是蔡政府因為實際的政言法師 要開記者會 還原當時的情況 感到壓力 才決定放行BNT疫苗 對此總統府發言人林宇坦表示 今天表示 郭正亮他直接點明亮哥喔 郭正亮的相關談話 全數捏造不實 並且再次強調 政府絕不可能阻擋疫苗採購 大小姐生氣了很氣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個事情的荒謬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看新聞跟別人看的不太一樣 照理論上來講的話 這段時間大小姐生氣了 然後大家出來打勾台名 這是對的 符合民進黨 符合賴清德的利益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5月17號 因為今天朱立倫已經宣佈了嘛 下個禮拜5月17號 他就要公佈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選舉的策略上而言的話 我要是民進黨的話 我最喜歡的候選人是誰 當然是郭台銘嘛 郭台銘好打嘛 所以這時候我就是這樣 打到BNT打得很熱鬧 熱熱鬧讓郭台銘快速的能夠 凝聚的人氣增量飆高 然後就被提名增高 被提名 下禮拜三變成提名郭台銘 當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個策略才符合民進黨賴清德的利益嘛 為什麼賴清德講說真理越變越明 不願意多講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是這個正派的這個主播 正派的節目主持人 你不會去網路上看一些這個奇怪的一些的訊息 那我們這種男生就會有人提供給我們 就看到我們郭台銘董事長的飛文滿天飛 你知道嗎 我找的意思在哪裡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就是說如果郭台銘出現符合民進黨要 就是說他好打 然後他有很多料 不知道 那以後報 以後 可是不能現在報 對 因為他現在去報他的料 就不符合民進黨利益嘛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打他 這事情鬧那麼大 還要去罵郭正亮 打了郭台銘又打了郭 打一大堆 鬧得轟轟烈烈的時候 然後網路上又把郭台銘的這些飛文的料要爆出來 這會表示說因為一旦你把這些他的私生活爆出來的情況之下 就阻斷了他下個禮拜被提名之路嘛 那這個不符合這個賴清德的利益嘛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純屬大小姐的私人恩怨嘛 我剛剛先講完了就是說 柯建民的恩怨我講過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在講在這種打法 包括總統府的發言 全部是在打大小姐的私人恩怨 可是大小姐在BNT採購 或是這些採購上面有沒有 他會不會搞他不會 因為今天蔡英文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貪污 可是他縱容民進黨人貪污 甚至於到了院長級的人貪污 所以蘇貞昌直接就交代了這個陳時中簽了大簽 然後付了定金給BNT 然後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被我吳子佳在媒體上爆料嘛 他同樣的 他為什麼不讓 為什麼要阻擋 我要講 郭台銘沒有講清楚 一個核心問題 民進黨去阻擋郭台銘買BNT 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前面自己買的第一批 然後公拜垂成沒有買成的那一批的單價 單價比郭台銘的單價貴了一億美金 所以郭台銘擋人才錄 才是不被接受的主要理由 那郭台銘一直以為是大小姐擋他 其實不是 是蘇貞昌擋他 是蘇貞昌跟陳時中擋他 陳時中最不要你的陳時中 昨天他還講話 啊什麼說什麼過核拆巧 郭台銘過核拆巧 你要不要臉啊 陳時中是他沒有搞錢啊 可是他你一拜台北市被檢驗不合格了嘛 你沒有臉出來講話 你是一個在政治上被扣分 被打成負分的一個咖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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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